那個受不了 怎麼就叫你走了 今天早上才講的 而且那邊的事 我現在如果渲染下去 我這邊工作也沒了 因為公司有連帶關係 是同一公司 你懂嗎 所以他有給你去別的地方是不是 沒有啊 我這裡是正職 那是計時工啊 而且我是開幕就開始去了 不是現在才去了 我不懂你說渲染下去 你連那邊也不 因為是同一家公司 我原本是在那邊計時工的 然後後來也來這邊做計時工 然後來這邊缺正職 我就申請看能不能當正職 結果跳上來了 跳上來了 那邊還在監職 我們經理叫我去的 然後說不會的 盡量叫他嘛 結果有一些帳 我就幫他挑出來 因為沒有寫到 或是漏寫 或是寫錯了 反正全部有 有錯的全部都叫要更正啊 然後可能是太囉嗦還怎麼樣 不知道 然後我明天才會跟我們經理報備 那我這個月我也不會學 因為我剛剛已經排好多CAS 不要去吃大餐 消消去 怎麼這樣啊 然後我剛剛跟我們舞蹈教室 舞蹈老師講 今天有客人來 就跟他講說 願意做到昨天 然後怎麼樣的原因 就跟我們講 全體給他去講 那如果要進一間一間的話 我隨時可以給 全部OK 讓你們 大家都去顧沙沙 就最重要的病 應該給他 他下去了 然後那麼好的 你當一個主任 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我一下會吧 現在是什麼社會 主任是誰啊 因為是同一家公司 同一家公司 所以你的意思 我沒有聽懂 就是同一家公司的老闆 都是同一個老闆 那因為你把那邊搞砸了 老闆就會損失 因為一個單位損失掉了 對他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所以他不應該讓你走啊 老闆還不知道啊 老闆還不知道 對 老闆還不知道啊 老闆叫我去 可是老闆還不知道啊 因為我又不能跳急啊 我就先尊重這邊的主管啊 這邊主管說他要處理啊 結果他現在在打球啊 沒空啊 然後我沒有辦法等到明天 我一定要先有動作啊 那動作下去 就是先聯絡我的一些場租的啊 然後還有舞蹈老師啊 明天 我今天中午就已經拋網上去 跟我們的那個主任講啊 就我們的學校主任啊 因為那個介紹的 所以我直接用信箱轉達給他 那我還要跟他報備說 為什麼啊 你莫名其妙被打了 對啦 因為你介紹我去 我當然要表現好一點 如果表現不好 今天說是我做錯很大的錯誤 那我被叫我 沒話說 對吧 可是沒有錯的時候 你欸 很走人就走人 這麼笑 對不對 什麼叫得了人處理求人 還要整我的時候 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關 如果我不要這樣做 他就接著就生病了 他就可能要生病了 就沒辦法 生病了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就很邪門就對了 就他生病了 他會生病 我小父就是擋我的路 擋我的財路 我當初本來是學校的班便當的主角 然後他就說 我只是跟他講說 因為他是互惠的 我就跟他講說 過了人時間搞就要 要生病了 不要讓你打電話就去 這樣不行 他就各處試跳腳 叫總 那個 學校去 阻止我的路 然後我就說 那我組長不要做 我就不會那麼雞婆 他就說 OK 然後公司也發 發了說 好OK了 可以 你可以去做 結果他又看到 下雪期又看到我說 你怎麼在這 然後連 連組員都不能做 接著我就開始 然後心生怨念 然後我就每次在夢中 我就開始 一些動作都出來 然後到最後聽說 我夢完好像沒多久 他就癲癇了 他就開始有狀況 就開始生病 然後我老公也阻擋我的財路 他也生病 然後又有官司什麼 我都不處理 因為我不要管 你耽誤財路 然後後來我有跟他 跟他 姑姑講 他姑說 你為什麼要做弄人家 我說沒有 那是天生的 不是我故意的 對 那無解啊 那無解啊 我看他 他對方是吃素的 嗯 我也不用知道他的生成八字 反正就自然而然他就知道了 奇怪 你這次做得好好的啊 跟大家都處得很好啊 沒有 我本來是昨天還在想說 我二月份很多事情 我要請假 然後可能二月份就不做了 就休息一下 然後講完了沒多久就說 哦 那你做到今天 沒關係 你是跟他們講說 你二月份的 對啊 因為我們要請假 要那個啊 要提早說啊 現在是一月中啊 我提早告知沒錯啊 正常啊 不告知到時候人家排班了 你在跟人家講 到哪裡找人啊 你懂嗎 對啊 你做事 每個人都有他的那個 你不能說因為你個人有事 然後臨時說 哦 我不做 或是我要休息 或怎麼樣 做癢癢癢癢癢癢 反正我 全部都照一步一步來 該怎麼做 我都照過 啊你如果是這樣 跟我們要那個還期啊 我連我們上一個 前任的那個主任 我都跟他講 你要是沒回韓寇 我跟你講 我就向你 說啦 然後他也要PO網了 他可能這兩天也會PO網 我們會集體PO網 然後他PO網 然後今天那個舞蹈教室的 然後接著明天可能就一些 學校的一些家長會的 我們會一步一步調上去就對了 然後可能讓他這麼好輕鬆 對啊你一個人一下子就想要當頭 然後沒關係你當頭也就算了 你還這樣子對不對 做事沒有原則